曾經說過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逝世即將滿一周年 而他生前的許多政見 尤其是安倍經濟學 雖然沒有能在他生前收穫 卻在他逝世周年之後 陸續的開花結果 像是他提出用印太取代亞太 來制衡中國的威脅 現在已經成為了險學 而安倍經濟學射出的三把劍 寬鬆貨幣 擴張財政 還有結構改革 在超過了十年之後 終於收穫了回報 今年日本的經濟成長 預測將在已開發國家當中 名列前茅 將會打破通貨緊縮 還有成長低迷的惡性循環 而安倍一直渴望看到的企業加薪 帶動消費成長 現在也正在逐步的實現了 這使得常年被外國投資人 忽視的日本股市 忽然變得炙手可熱 日本股市想要重返泡沫經濟時期的巔峰 不再是夢想了 而被尊稱為日元先生的日本前財務省官員 神元英姿 預期日元可能會下探160 日本勞工五月的基本薪資 年增1.8% 增幅創下了28年來的最大成長 帶動了整體銀幕現金 薪資收入平均增加了2.5% 達到了28萬4千日元 這是連續第17個月出現了成長 雖然因為追不上通膨 實質薪資還是呈現了負成長 但是日本企業普遍的加薪幅度 已經創下將近30年的最大加薪成長 安倍當初敦促企業加薪 呼籲企業要改革治理 現在效果也非常的明顯 也成為今年以來日股大漲將近三成的一大原因 日經225指數在5月漲破了3萬點之後 幾乎是直線上揚 分析師就預期未來12個月有望 佔上4萬點突破1989年 泡沫經濟時期的歷史新高 外資滾滾流入 照理來說日元應該要走強的 但是日元對美元今年以來 已經大跌了9% 正逼近去年10月的波段低點150 而且神源英姿就表示 美日的貨幣政策分歧 可能使日元再跌超過一成 在明年下探160 將會是1990年以後的第一次